精神科的医师团固定理会来参与我们的团队会 当然护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人员 另外像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营养复健等等 我们都会看病人、禁止沟通 那我们的服务流程大概是这样 病人多以后呢,虽然是刚刚我们打进医学科的医师来组治 可是我们也有各管师会执行重要性的评估 那我们结果呢,也会这位团队的成员 必要的时候也会做专科会诊 那来统筹这个治疗计划来给病人 那什么样的病人是来住这样的所谓高龄血病房呢 带有其他这些,包括说有复杂多重健康问题 多重疾病啦,其他这些 那另外有老年症候群刚刚有介绍 还有呢,有机会经过这样的评估处理之后 能恢复它的功能的这样的病怀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要施行作为性评估嘛 那什么病人是来做呢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门诊法有点类似 像来80岁以上或者60岁以上有多重疾病啊 老年症候群 复杂招呼需求跟吸引功能衰退等等 这是我们这个团队会议的实况 大概可以维持在七百多房间八百人次左右 那这是我们过去赞床率的统计啊 那这是我们过去赞床率的统计啊 这三年,除了说过年前关病床之外 期议的时间大概维持在九成以上 甚至百分之一百多 因为它要解床的关系啊 那去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啊 还有病房调整的关系啊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这个紧迫啊 那在住院病人的部分啊 我们其实也关系他们用药的状况 所以在过去呢 在我们有去分析这个 2009年这一年啊 从我们荣种这个大内科系的病房 出院的病患 去随机抽样 去review的520位 这样的一个住院 这个用药的这个记录来看 包括它用的是这个欧洲的这种 START跟START的这块 去看它的用药情形 那可以发现说 在这里面 这START是说这个 就是需要使用 而没有用的 这样的状况 大概有三十六百券左右 那如果说 今天是这个 另外这个 这个是 应该 不太适合使用 而有用的 大概是四十一百券 那到底这个 PIM的部分大概有包括哪些呢 第一大類是常常容易造成跌倒相關的藥物 還有在14% 其他的像在慢性便秘的患者 還有用CCP的還有12% 其他當然有些精神科用藥 還有長效型BGD 以及第一代抗除痘等等 分別也有這些比例 至於說這個其實 有些優勢應該要用某些藥物 而沒有用的呢 我們看到說大概就是這個糖尿病的病人 他該用Statein的 他該用Innibletalate 或者他用miforamin治療 而沒有去使用他的 他有這樣的比例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Halfel病人 該用ACI、ARB 可是沒有去使用 另外還有像有腦絞感疾病 或POD等等這些患者 剛剛用ACI、ARB 或者POD的狀況 而沒有去使用 還是像這一次比較常見 那我們也發現說 這個雖然年紀增加 其實用藥的數量增加 它的PIM的情況 也會比較顯著 比較頻繁 所以過去幾年來呢 我們創建了一個 這個新的 這個老人學的評估跟 處置的這樣一個單元 希望可以營造一個 高齡清善的這個照護環境 並提供高齡者清善的照護 那我們也建立了 跨專業領域的團隊 希望來提供整個室的醫療服務 那我們特別強調復健的角色 來防止病人的這個失能 那一路走來 這個我們獲得一些獎項 以整合治療照護的部分來講 除了早上 這個陳淳介紹過 96年的這個經驗會金庫獎之外 在100年呢 健保局給我們一個推動 這個整合門診的 機油單位這樣的一個獎項 那在近期呢 我們在102年 年底的時候 以這個高齡友善照護 其中優質整合服務這樣的主題 去參加 也獲得了這個 SNQ的國家品質標章 那在103年的時候 國健署呢 辦理這個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的 這個 點判獎提選 那我們也獲得這個點判獎的榮譽 那 回顧過去這段時間以來的經驗呢 我們這樣的一個 高齡友善的空間跟流程 算是一個創新的服務模式 那不僅可以降低病患的門診次數 門診費用 跟用藥的數量 對於我們的照護品質 跟健保財政其實應該都有相當的注意 建議應該是繼續推動 對病人會有幫助 那可是對於提供這樣服務的醫療院所呢 其實應該可以考量提供市場的誘因 來拓大參與 那當然啦 以健保署來講 目前已經開始有在這樣子在做了 那另外我們也了解到 提供這樣服務健康 因為他的疾病跟失能 那病人他真的因為疾病 進入我們的這個醫療照護體系 這樣對病人本身 對國家財政 對我們怕自己變成血汗 這個醫療人員的人來講呢 應該可以創造共鄰的局面 以上是我的報告 不過